书接上回 接说着一段离远演绎 上回书 咱们说到 炉台子编好了一出戏 程长庚这么一瞧啊 非常高兴 好 咱们先把它排出来 这个戏呀 排完了之后 咱们还得接着排 还得连着排 炉台子说 是啊 咱先拿这出试试 我呢 知道您的心情 我心里头啊 其实还装着一部大戏 哦 台子 什么戏 咱们要编呢 就编三国 哎哟 程长庚一听一拍大腿 罢了 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 我也是看好三国呀 咱们从哪边呢 打哪起呀 这个咱们还得再研究研究 这样 没事的时候咱哥俩上书场啊 听听人家说书的先生 怎么说三国 好 哎 说到这儿 我得跟您说 戏曲界的老先生们呢 都爱听书 他们从说书的先生嘴里头 听这个故事的情节 说书的先生呢 除了讲这故事 还要啊 评讲分析 当时的历史背景 或者说是人物的心理变化 要不怎么叫评书呢 讲的是事啊 评的是理 唱戏的老先生们呢 听书就能听出点啊 养分来 过去啊 那个唱戏的老先生啊 有文化的少 您真让他看书 有的可能就看不大懂 听书方便 再有呢 说书的先生 已然 把这书就加了功了 书里边的重点 就已然给提出来了 你说过去 说三国的 说官老爷 没有说后边走卖成的 就因为呢 官老爷就倒霉了 观众也不爱听 所以说这个官公 都说前边 展华雄 展炎梁朱文丑 过五官展六将 黄河渡口 刀劈琴棋 古城会 撇刀斩太阳 水烟驱金 卧捉鱼尽 刀斩旁令明 都说这露脸的事 说书呢 而且剪这个热闹的地方书 就是书里边 最精彩的篇章 所以您别叫 卢台子是秀才 他也得听说书的 说这书梁子 怎么分析书中的人物 所以呢 跟成长庚一连 就听了好几十天的书 可话说回来了 是这个说书的先生呢 都得听书 为什么呢 得向黎元孩学习 你想我们小时候 都跟着戏校的学生 一块练功 吐字啊 发声啊 归韵呢 嘴里头啊 得讲究啊 包括尖团字啊 评作声啊 那个眼神 身段更甭提了 当然了 您像说书的 说相声的呀 不能像真正唱戏似的 那么下功夫 但是呢 也得向人家啊 戏曲演员 多学习 咱们还给您 接着说成长庚 成长庚 跟卢胜魁 两个人练着 就听了二十多天书 很受启发 这一天呢 成长庚 正在家里边 琢磨这一戏 管事的老张 进来回报 大老板啊 外边有人求见 谁啊 说是严四爷府上的 呦 严四爷府上的人 快请 老张出去 把严四爷府上这个人 领进来了 大老板您好啊 哎呦 托福托福 正格的 严四爷好啊 哈哈 反正您惦记着 我们四爷也很好 他 让您给我送什么信来了 我们四爷呀 回京了 呦 是啊 哎呀 一听说严四爷回北京 成长庚可高兴了 怎么 我的知音呢 可回来了 赶紧问 怎么回来了 是回京办事啊 还是 这回就回来了 啊 我们大人呢 高声了 这不赶紧的让我呀 给您送个信 说这两天 因为拜会的事啊 太多 回京啊 有好多硬头 先没有时间 跟您见面 敢哪天特意 要请您全班的堂会 到时候再跟您叙叙旧 谢天谢地呀 可回来 而且高声好啊 我是真替四爷高兴啊 叨喜叨喜叨喜 这样您先替我问四爷好 改天我登门问安 这位呀 回言四爷府了 书中暗表 这些日子呀 北京城 还真发生了很多大事 首先说 道光皇帝驾崩了 咸丰爷登基坐殿 登基之后 头一件事 就是先把穆章阿 给废了 咸丰爷呢 他看不上穆章阿 因为什么呢 因为穆章阿呀 抽牙片 咸丰爷呢 他是雄心勃勃 要整顿朝纲 这回呀 是大换三班 有人就保举言叙 说这个人很有才 堪可重用 咸丰皇上 一听这个延续 也知道 当初是汉林院的释迦 做了很多年 后来放外任 而且是个很重要的职位 这是圣经的兵不是了 他就正琢磨着 就瞎文班当中 有一人跪倒丹池说 陈周祖培有本 周青 有本当殿奏来 起奏我主万岁 这个延续呀 万万用不得 那么正当我问问周青 这个人为什么用不得呢 延续这个人 流心戏曲 不免妨碍政务 周祖培这回呀 可找的机会了 心说行了 这个延续 他就是穆章阿的人 原先有穆章阿呀 罩着他 我呀 不能办他 这回行了 穆章阿倒了 我可逮着机会了 他认为呢 他说完这句话 说延续呀 流心戏曲 不免妨碍政务 延续呢 肯定就得不到重用了 哪知道周祖培呀 聪明反背聪明物 他也没琢磨琢磨 咸丰爷是什么心气 书中暗表 咸丰爷呀 有两大爱好 头一二书 他爱练舞 另外呢 他就是爱听戏 咸丰爷本身就戏谜 后来 他的这两位夫人 也就是后世说的 东宫太后 慈安 西宫太后慈禧 都是戏谜 慈安太后还好点 慈禧是超级戏谜 特别爱看戏 果不其然 咸丰爷一听着话呀 当时把脸往下一沉 哦 你说 这个延续吗 留心戏曲 恐怕它妨碍公物 周青 朕当我呀 也留心戏曲 难道说朕我 也妨碍公物吗 哎呦 这下 把周祖培给吓的 啊 感情 皇上老爷子 也爱听戏 哎呦 这这臣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恕你无罪 不知者不罪 我爱听戏 你怎么知道 下电去吧 这位周上说 碰了一鼻子灰 下电了 咸丰爷一听 行啊 这延续还留心戏曲 所以你把跟我同号吧 当即下招 把延续先调回京来 我要亲自的见见这个人 亲自的问问 严四爷在圣经 接了圣旨 马不停蹄 日夜兼程 就赶回了北京 直接上金殿 面君 咸丰爷呀 你看延续呢 这才叫上人见喜 君臣问答 很投机 可以说呀 延续是对答如流 当然了 俩人不能广聊戏呀 主要聊的还是时局政务 刷着手 说了两句细的事 那延续更精通了 打手背上了 皇上还真高兴 认为这是自己个知音 当时刷一道旨意 命令延续任礼部上书 这一下 可就是一品大员了 程章庚 听说严四爷高升 回北京任了 礼部上书 这心里的更踏实了 就等着 四爷腾住功夫不忙的时候 约这堂会 自己好上府里的 去拜见起 这一天 程章庚 在家里边正琢磨这三国戏 忽然老张又进来了 大老板 有家乡人来见您 哦 家乡人 好啊 请起来吧 程章庚不知是谁 但心里边很高兴 亲不亲荡乡人呢 就盼着家里边有人来 因为什么呀 你甭管谁 都有这乡愁 程章庚加个个字 别巧 把爹妈呀 都从老家 接到了 北京了 但是老家 还有段公事啊 没了呢 自己一家 都被开除出了 宗族 我们姓我们这城 你姓你那城 人家根本不承认 程章庚这一家子 就因为你是戏子下酒流 以后也不许入祖坟 所以程章庚这个事呢 很挂怀 一直搁在心里头 盼着家里边来人 一家来的还不是外人 自己的叔伯兄弟 叫程文松 哥俩一见面也十分的亲热 文松过来就要给长庚磕头 长庚赶紧给掺起来 快起来 这一黄可是好多年没见了 文松还不是一人来的 还跟着个小孩 过来 喊大爷 这个小孩过来 就管程章庚叫大爷 程章庚一瞧 这个孩子 哥 上回我给您写信 信里边不是说了吗 我那头大的儿子 甭提了 要再得个儿子 回头得写着您的名下 这是我那老二 就是他 哦 程章庚这么一瞧啊 这孩子胡头胡脑的 还是真喜欢 因为程章庚 没媳妇没孩子 他没结婚的还 他不能断子私啊 这么着 就得从哥们这辈里边啊 看谁有孩子 过计一个 这文松是他说呗兄弟 他跟程庚是一爷之孙 按说是很近了 俩人书信当中啊 就谈过这事 可是有意见 人家文松是做出很大牺牲的 说给他一个儿子不要紧 您可听明白了 这个儿子要是随了程章庚了 姓程章庚得成了 就不能姓他得成 这还是刚才咱们提那问题 家乡的宗族啊 不承认成长庚他们这阵了 这纯粹是哥俩的私交道阵 这老大呢 还是我的 但分要是有了老二 就归大哥您 当主俩人啊 有这么一个约会 现在把这老二啊 给送来了 您别讲这孩子岁数不大 虎头虎脑 说话还挺清楚 哎呦我的儿子 多大了 嗯三岁了 哦三岁了 好好好 那既要这么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了 您瞧怎么样 挑不出毛病来吧 好 还挑毛病 这是咱们成家的根 长大 结结实实的就行 那行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 孩子 你以后就不能叫大爷了 得管他叫爸爸 成长庚 赶紧把自己的父亲请出来 就把自己的兄弟 带着这个孩子来 这个事情的老爷子 那么一说 老爷子也高兴 家里都安排一桌酒席 给程文松 接风 你家人是团团围坐 都瞧这小孩 上上下下都十分的高兴 十分的美 第二天呢 严四爷府上 就派人来了 说请整个三庆班 到中藤府啊 演堂会 成长庚呢 就赶紧嘱咐 三庆班这些人 好好地准备 为什么这是恩人 同时也让严四爷 瞧瞧咱们现在 三庆班这阵容 尤其啊 新来一炉台子 咱们这实力又增加了 然后四爷瞧瞧 你们这能耐 也都有没有长进 大家伙一听四爷回来 也知道 这是三庆班的恩人 这是咱们大老板的恩人 而且特别的懂戏 大家伙也高兴 特别是新来的小哥几个 原来四爷没瞧过咱们 这回咱们在严四爷面前呀 得露露 让严四爷瞧瞧 咱们这戏 现在三庆班 咱们这班底怎么样 说要简短 到了正日子这一天 大家伙就都到了 严府 这个戏当然唱得是非常的棒 演出很圆满 严四爷大喜 把程长庚找来 就跟程长庚说 雨晨呐 今儿这个戏都唱完了 是啊四爷都唱完了 我给你加一出怎么样 哦四爷您要加什么戏呀 我想加一出文招官 哦行啊 那我准备准备去 不不不 不用你唱 来呀 把他喊过来 这说着话呢 手下人从那边 就带过一位来 这个人呢 个儿不高 也就无耻开外 奔头大脑袋 俩大眼睛 小便也不长 身上穿着一件呀 宝兰小的长袍 程长庚不认识 一瞧其貌不扬 哦四爷 这这这位是 这位是内务府的 姓王叫王七 王七呢 赶紧抢上一步 给程长庚 见了个礼 哦大老板 您好 说话呢 倒是声音红亮 挺精神 程长庚赶紧还礼 就听严四爷说了 今儿给我打的 让他唱一出 文昭关 你看怎么样啊 旁边大伙一听 都要乐 可谁也不敢 为什么 一瞧这位长的 其貌不扬 武端身材 叫他唱 文昭关 谁不知道 文昭关 那是程长庚的 承明之作呀 可程长庚一琢磨 严四爷这么懂戏 此举定有用意 干嘛让这人 当着我面 唱一段文昭关呢 好啊 四爷 那就请这位王兄弟 唱一出吧 不不不用唱一出 也不用彩唱 就让他来一对清唱 唱一出